- 看嘛! - 看嘛! - 好!準備! - 等一下!我忘帶你進去! - 五、四、三、二! - 哈囉!公開爆米花看電影的朋友大家好! - 今天呢是9月17號星期六的直播! - 那今天呢我們很開心的有一個不算神秘的神秘嘉賓 - 一起加入我們的陣容! - 有聽到要笑聲嗎? - 當然一定就知道他是誰囉! - 歡迎小胖! - 哈囉!大家好! - 大家好!貓米花電影院大家好! - 畫米花看電影! - 畫米花看電影!換名字啦! - 從這一刻開始換名字! - 好!貓米花看電影! - 大家好!我是小巴! - 應該真的... - 我就是一本不散! - 到哪裡都可以看到我! - 之後會一直出現在我們這吧? - 沒錯!會很努力的一直跟大家 - 因為我之前有答應過大家 - 就是在我們節目正夯跟正不夯 - 或者是要消失的時候 - 要消失的時候 - 不是那種不夯 - 是逼不得已的不好 - 就是要停掉的時候 - 我們就有答應大家說 - 會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見面 - 所以現在就是那個時刻 - 沒錯!那今天呢我們 - 大家有看到我們手上嗎? - 這麼多的愛心 - 就是要來聊DJ遊戲這部片啦 - 剛剛才看完對不對? - 希望 - 我覺得我很... - 啊怎麼辦? - 我不想... - 等一下我先講 - 剛剛小巴在心院裡面 - 一直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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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 - 然後我就想說 - 這旁邊真的怎麼那麼吵啊? - 我找不到衛生紙 - 到底發生什麼事? - 我覺得好,我可能這麼有感觸 - 我認真的說 - 我希望大家進電影院 - 如果想要跟我一樣 - 一直找衛生紙 - 只要擦眼淚的話 - 你一定要去看第一二集 - 沒錯! - 你就會很感動 - 因為你會很希望 - 它很幸福 - 那如果你還沒有時間去看一二集 - 也沒關係 - 你會笑爆 - 從頭到尾笑得好開心 - 我覺得就是都可以 - 但是我勸你們大家先看完 - 再去看 - 因為我覺得看了一二集 - 會有那種粉絲的感覺 - 你好像真的是他們一家人的那種感覺 - 然後每一個好朋友啊 - 爸爸媽媽 - 還有 - 當然還有男主角 - 都是 - 一直陪著你長大 - 就是 - 你要想第一年 - 第一年 - 二零零一年 - 對, 二零零一年 - 這是我們十五年前 - 十五年前在幹嘛 - 十五年前 - 就是大概是十五歲 - 我以為你會說幼稚人是不是 - 我想十五年前 - 我認真想喔 - 十五年前是國高中 - 現在三十五 - 差不多三五 - 嗯? - 你有這麼大 - 二十二三四 - 差不多了 - 三四 - 然後二十歲在幹嘛 - 大學 - 不知道耶 - 再當休格蘭的女朋友吧 - 而且 - 而且你以前就是那個 - 我就是他的那一派 - 真的啊 - 可是他很壞耶 - 可是我跟你講 - 隨著年紀的長大 - 你真的會越來越傾向 - 喔對不起 - 是他啦 - 你會越來越喜歡他 - 為什麼 - 因為 - 比較穩定的男人 - 他是很穩定 - 不過我覺得 - 我們身邊都有多多少少 - 有男生女生那種就是 - 不太會感到自己 - 然後很多事情都放在心裡 - 我覺得台灣人更是 - 就是你有很多的愛 - 或者是你有很多的感受 - 你不敢說 - 你怕別人的眼光 - 我覺得克里古斯就是 - 讓你在那邊這樣抓著 - 你要跟你說出來 - 你在乎他 - 你就愛一看 - 你就說出來 - 你就是會這樣恨得癢癢癢 - 可是當 - 當你明白說 - 他是真的好愛你的時候 - 我跟你講 - 那個配色挺不像的 - 不是 他是講那種 - 就很像金句 - 就是他只要講一句 - 你就會全身那種 - 起雞皮燈 - 然後就會融化 - 大融化 - 可是我說真的 - 在這一次啊 - 也沒有 - 你也沒有讓我失望 - 傑克 - 他真的是也很帥耶 - 完全有哭的地方 - 也是因為他在那裡 - 對 - 我認真說 - 中間我有一度 - 非常支持傑克 - 完全叛變 - 完全叛變 - 對 我覺得他 - 一出場就帥 - 一出場就迷人 - 然後他 - 他的所作所為 - 你就覺得 - 對阿 - 好阿 - 我要不在一起 - 真的喔 - 所以你這一集 - 最喜歡的地方是 - 最喜歡你呼吸 - 或是最喜歡的 - 特別感動的 - 特別感動的 - 喔 - 特別感動的 - 特別感動的 - 可能真的是他 - 懷孕的那一刻 - 懷孕的那一刻 - 懷孕的那一刻 - 你是不是在廁所裡 - 內幕 - 這是 - 嗯 - 這是他剛剛 - 他好朋友 - 他好朋友 - 他好朋友 - 那個奇幻的顏色 - 我就開始緊張 - 我真的好希望他有小孩喔 - 我真的好像覺得 - 你好像有個很好的朋友 - 要懷孕的 - 你就好姐妹 - 懷孕的那種興奮 - 而且當他說 - 我有小孩 - 我有小孩 - 當他repeat這個話的時候 - 我就這樣 - 在廁所 - 我就掉眼淚 - 我好像心情拼了 - 可是真的很感動啊 - 可是真的很感動啊 - 還有 - 有沒有那種浪漫的 - 讓你覺得 - 很想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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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等一下 - 我有那個選擇困難症 - 對 - 人生為什麼要這麼多選擇 - 我不知道 - 而且這兩個都超棒的 - 你就會 - 我覺得這部 - 從頭啊 - 從一開始 - 你就會很想要 - 你就會 - 你就會 - 變得 - 不得不只選擇 - 因為兩個都太好了 - 然後我覺得 - 就像我們人生會遇到的 - 男朋友一樣 - 因為現在是 - 總而言之呢 - 就是你會覺得說 - 到底要選哪一個 - 覺得哪一個是你要的 - 但是你會跟著劇情三星二影 - 我覺得這是最好看的 - 對 我覺得導演就真的還蠻聰明 - 因為他有時候他自己拍戲的時候 - 也很難決定 - 所以他拍了很不平的ending - 那所以 - 現在是他其中一個這樣 - 那什麼時候會有第二輪名 - 導演版 - 或者是 - 喔好怕喔 - 之類的 - 對 - 嗯 - 因為我希望的ending - 實在那邊都沒有 - 我心裡有個ending - 有別於現在這個 - 今天看到的ending - 那可以跟他 - 啊不行 - 不行 - 一次爆兩個 - 一次爆兩個 - 一次爆兩個 - 對啊 那我想問你 - 就是這一整個系列 - 你最喜歡的一幕 - 或者是最喜歡的一幕 - 最喜歡的一幕是什麼 - 我最喜歡的喔 - 哇 我跟你講 - 這部電影我覺得好看到 - 從頭到頭也沒有 - 我想看 - 你讓我想 - 我記憶力實在是太不好 - 但是我只能跟你認真的說 - 我從頭到頭也沒有聽過 - 而且不是只有我 - 全場都是這樣 - 嗯 - 但是我能保證 - 從頭哭到尾可能只有我 - 有最後有哭 - 你有哭 - 對 - 那你自己最喜歡的一幕是什麼 - 我最喜歡的螢幕是 - 生小孩的那整個 - 那一整大段戲 - 就是有笑有淚的那種感覺 - 然後最後接到最後的Ending - 會讓你就想說到底是怎樣 - 然後又看到所有的人 - 通通都在那種 - 都很優點的感覺 - 對 - 我覺得看他們重新再聚在一起 - 你會有一種 - 就是那種感動真的很難 - 就像我們好像陪伴一個朋友成長 - 就像我覺得Bridget她懷孕 - 就像我朋友懷孕得很到了 - 所以當我真的目前最touch的那段 - 真的是她懷孕 - 然後其他是因為真的想不起來 - 而且才五分鐘前不見完 - 真的 剛剛我們去上廁所 - 就一直問她說 - 因為要回想一下 - 等一下要來跟觀眾分享 - 就要想起來 - 好想不起來耶 - 那艾瑪湯普遜你覺得 - 她是一個很畫龍點睛的人 - 不過要跟大家講 - 她是這一集的編劇 - 而且是因為這整部戲 - 其實命運有點多傳 - 就是一直要拍一直要拍 - 然後一直找不到好的編劇 - 然後之前的一個版本呢 - 修葛蘭就看完去本人會說她表演 - 為什麼 - 因為可能我不知道 - 那可能就真的不好 - 所以反正整個就全部重新翻 - 想要找一個新的編劇來 - 還不夠好 - 他們就決定找她們 - 阿瑪湯普遜來幫忙 - 把編劇編好了之後 - 原來她寫了一個醫生的角色 - 他們說那你自己寫 - 那你就只能這樣 - 哇 - 所以她這段是一個畫龍點睛 - 很厲害的人 - 而且所有的演員 - 因為像瑞妮也得了奧斯卡 - 柯琳也是 - 然後還有他們也是 - 他們就說 - 捷克就很緊張 - 因為她是唯一一個沒有得奧斯卡的人 - 因為她在現場就很擔心說 - 她沒有辦法取悅艾瑪湯普遜 - 因為她是編劇間前輩 - 就是金獎的 - 她就覺得如果她能夠笑點 - 我不能讓她笑 - 她就很冷 - 真的我覺得她演得超好 - 我覺得她雖然 - 剛剛瑞妮說她是畫龍點睛 - 我覺得她畫的龍超大 - 眼睛也超大顆 - 她一出來就超期待 - 當她一進 - 整間 - 一進整所要檢查 - 嗯嗯嗯 - 好 就很期待 - 每一次都一定會讓你笑 - 對啊 - 很好看啊 - 這樣很好看 - 你們不要再聽我們講這篇 - 快要趕快進去啊 - 真的 - 而且現在一個重點呢 - 就是因為剛剛是 - 因為這是女生 - 很女生的片 - 然後就是我們那個女生在聊嘛 - 所以我很想要知道就是 - 男生 - 男生的想法 - 對 - 剛剛好有一個人路過 - 嗯 - 而且啊 - 她還在廁所門口 - 不知道在排隊等廁所還是怎麼樣 - 我們先來歡迎陳建佳 - 嗨 - 嗨 各位好 - 來來來來來來 - 請坐在我盤子的中間 - 請坐在我盤子的中間 - 剛好被路過的感覺 - 路過路過 - 剛好走過來那邊 - 各位從大陸回來的朋友 - 嗨 各位台灣的朋友們大家好 - 從大陸來的啊 - 欸你那時候之前在我們節目 - 只有上過一次對不對 - 沒有沒有 - 好幾次好幾次 - 然後我們還幫他 - 辦了一個很深重的告別 - 真的啊 - 沒錯 - 結果關又回來了 - 又回來了 - 然後這次又回來了 - 又回來了 - 沒錯 - 好像跟我妹妹都差不多 - 對 - 真的真的 - 是不是我們離不開 - 沒錯 - 真的有點感動 - 有點感動 - 其實你剛剛明明就有事 - 但你為什麼一定要留下來 - 哈哈 - 我剛好想說 - 有一種看到大家很懷念的樣子 - 那你有什麼話要對我們那個 - 祝福 - 報名花 - 看電影 - 還是一樣 - 他就是這樣 - 他講話都是很想要畫圈圈 - 但是說真的 - 他的那個影評 - 真的跟他講的話都不一樣 - 對我想要 - 我想要聽就是 - 白色的豆腐蛋糕 - 對這部影評的感受 - 好 - 我覺得以男生的角度來看的話 - 我覺得有些男生就是 - 他有時候是不敢說愛 - 就像我一樣 - 對 - 就像我一樣 - 我差點想說你要接這一段 - 真的 - 而且他真的奪不敢說 - 他可能只會在Facebook上面說 - 或者他只會唱歌 - 看吉他唱歌 - 對 - 然後唱的歌又找不到你說 - 他到底是唱哪一首 - 因為他有時候寫的歌名 - 跟我們聽到的Key都不一樣 - 對 - 所以就會 - 他就是很羞譽表達 - 你有沒有看不到柯林寶 - 是這樣想要改變 - 我有 - 我會決定要改變 - 我會想要跟一個女人說 - 我總是試圖拯救世界 - 可是你就是我的世界 - 喔 - 完了不行 - 你沒有學到柯林寶是那樣的 - 超尷尬 - 要穿西裝可能會這樣 - 然後可能還要當辯護律師 - 沒錯 - 或是演個精采特務也會 - 可是現在這裡蠻熱的 - 還不還蠻熱的 - 所以你從男生角度看 - 覺得這種電影也不好看 - 我覺得相當好看 - 就是有表現出一種男生的困境 - 而且男生會想要說 - 我想要跟他們兩個一樣 - 他們是我的看法 - 所以你想要當他們兩個 - 綜合體還是你想要選一個 - 當他以後 - 要選誰 - 捷克還是達西 - 我想要 - 我想要選的是 - 因為達西已經被選走 - 我想要選捷克 - 因為我也是像達西一樣 - 木娜害羞的一個人 - 所以你想要當捷克 - 沒錯 - 因為你覺得捷克哪裡好 - 捷克因為他很會表達 - 他很懂得約會很多花招 - 沒錯 - 沒錯 - 然後那些約會的花招在電影裡面 - 你就會覺得 - 不會太懂了吧 - 可是 - 不會讓你覺得油條喔 - 會讓你覺得 - 嗯 - 就是很touch - 對 - 我們不就這樣嗎 - 我們就跟一個男生 - 剛交往不都要從小故事 - 小時候開始講起 - 對不對 - 對啊 - 然後就開始去看電影對不對 - 就牽手啊 - 就約會啊 - 然後去海邊嘛 - 對不對 - 然後還要來海島度假 - 對 - 是不是 - 都是 - 全部都中 - 對 - 還要一起看爆米花看電影 - 你這樣很難追 - 不好意思 - 不好意思 - 就是柯林佛斯了 - 對 - 你不能當柯林佛斯 - 他一出來就句點 - 你要當捷克鬥點王 - 好 - 鬥點王 - 對 - 或者是驚嘆號 - 玩 - 我覺得你這部電影要再看三次 - 好的 - 你至少要再看三次 - 因為捷克那種程度 - 不是一般人能夠能及的 - 真的 - 無人能及的 - 對 - 超過超過 - 超過十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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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你有交過你的朋友嗎? - 我沒有交過 - 你沒有交過 - 真的真的真的 - 你認真 - 你真的沒有交過你朋友? - 沒有沒有沒有 - 你看著我眼睛 - 我沒有 - 那你怎麼可以寫得出 - 這麼多愛情的 - 只有情 - 情 - 我嚇到了 - 太慌了 - 我只打劫 - 我打劫 - 怎麼會怎麼會 - 建佳你幾歲? - 我今年三十歲了 - 你敢相信嗎? - 小芳 - 所以 - 我們應該要拍一個什麼 - 建佳的單身日記 - 我覺得應該幫建佳 - 建佳的單身日記 - 我覺得應該幫建佳來相親 - 真的 - 而且十年後還可以拍四十處男 - 你現在是樂觀到這個境界嗎? - 你有喜歡的人嗎?現在 - 現在嗎? - 現在嗎? - 現在 - 哇這個問題真是好尷尬啊 - 有啊 - 說尷尬就是有 - 有的 - 那你可以稍微形容一下他外表嗎? - 哇天啊 - 這個節目 - 這個節目讓我現在很害羞啊 -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們要幫助你 - 對啊 - 變成捷克 - 好不好這一段全部都變成愛心 - 有沒有 - 真的 - 而且這麼多的愛心在那邊 - 不是真的啦 - 因為我說真的 - 我在裡面 - 我真的很替柯林投資 - 就是很感冒很 - 你會很生氣 - 餓碗 - 對 你會很餓碗 - 說你不要說出來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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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這樣 - 所以你是說出來 - 好 - 叫什麼名字? - 不能說 - 不能說 - 好啦那給你一段時間告白 - 這個是太突然了 - 給你一段時間當捷克 - 快點 - 大家好 - 不行大家好 - 不行大家好 - 不能大家好 - 就嗨 - 不能大家好 - 你好 - 如果你在看螢幕 - 我希望你看到的不只是我們三個 - 我已經把我最真實的我自己 - 完全擺在你面前了 - 講完了 - 講完了 - 講完了 - 好尷尬 - 好尷尬 - 你喜歡他多久了 - 有一段時間了 - 有一年了嗎 - 有一段時間 - 不能講太仔細 - 很容易猜出來 - 對對對對 - 不能講太仔細 - 那是你Facebook的朋友嗎 - 是的 - 沒錯 - 好尷尬 - 好 - 大家就去他的Facebook - 還有他的粉絲頁找答案 - 沒錯 - 他們應該會有一些 - 珠絲馬跡 - 沒錯 - 哇天啊 - 這一種那麼熱啊 - 哈哈 - 你現在覺得上誰穿了嗎 - 我就希望 - 沒有就希望你幸福 - 這電影的一種那麼熱啊 - 沒有就希望你跟Brigit一樣幸福 - 謝謝 謝謝 - 真的因為我們看到Brigit有一個 - 這麼棒的故事 - 就是故事 - 因為你會真的感到很替他開心 - 今天心情可能真的會好一整天 - 沒錯 - 然後為了要讓心情再好一次 - 可能再看一次 - 真的 - 很好看 - 她就看兩遍了 - 而且我兩次都哭 - 對 - 可是哭可能是只有女生 - 我覺得比較容易 - 你剛剛有哭了 - 我笑得比較開心 - 真的 - 從頭到尾 - 我覺得房間非常好看 - 就很推薦大家去看啦 - 好 - 剛剛我們聊了這麼多 - 接下來就是要看我們倫敦的訪問 - 上禮拜已經有先給大家看了一小部分 - 超酷 - 這個禮拜有更多更好玩的內容 - 要分享給大家 - 那請大家持續的看下去 - 那今天謝謝 - 對啊 - 我本來要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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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- 對 - 本來要去的 - 對啊 -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 - 小節目小預算 - 你們可以 sponsor我去嗎 - 對啊 - 可是我們來發起 - 就是要去之前 - 請大家捐錢 - 對 - 然後他一回來就說 - 唉你不去真的太可惜了 - 你一定會玩很普通 - 沒有我在那裡就一直 - 就是邊傳訊息 - 就是我在BJ家門口的時候 - 我就傳訊息給你說 - 你為什麼不來 - 對 - 你就有很多東西可以拍 - 喔我真的覺得超好玩的 - 因為自己拍自己很難拍 - 對很難拍 - 只要是這個原因是不是 - 不是因為說我活潑大方 - 又有美麗 - 還可以直播 - OK 我們謝謝你們的建家 - 我們謝謝所有 - 畫米花看電影的朋友 - 謝謝大家 - 隨便 - 從來 - 從來 - 常常 - 隨便 - 從來